先打开个人谈案页面的试图文件 我们可以先去设计一下这个页面的显示 一组view上面加上一个profile 表示个人答案 里面包装一个view 上面加上profile小号线小号线content 它里面可以是页面上要显示的具体的内容 比如说可以有一个用户的头像 它应该是一个image组件 上面加上一个profile avatar这个类 src设计一下头像图片的地址 给它绑定一个user avatar 下面我可以再去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profile小号线小号线item 表示答案页面上面要显示的某一个项目 它里面可以包装一个小标签 一个view什么加上badge 标签文字是管理员 可以再调整一下小程序的首页 打开app.json 选中pagesusershow 把它移动到第一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答案页面上会显示一个管理员的小标签 假设我们的应用里面的用户 分成了普通用户还有管理员 如果是管理员的话 可以在用户的答案页面上 去显示一个管理员这个小标签 以后我们可能会修改这个地方 去显示更多的标签 比如用户可以是订阅者或者是作者等等 那在下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profile item 在它的里面我们可以绑定输出一个user nice name 就是用户的名字 如果没有要显示的名字的话 我们可以去显示一个未登录 下面再去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profile item 在这个组件里面我们可以绑定输出一个用户的电子邮件的地址 用一下user email来表示 在这个profile content的同一级别这里 在它的下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profile 像我像我像Action 它里面可以包装两个动作按钮 一个view上面加上btn area 然后它里面是一个button组件 上面加上btn tap是primary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退出 我可以再复制一份 再去添加一个按钮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登录 在后面我们会判断用户的登录的状态 没登录的话就显示这个登录按钮 登录以后会显示这个退出按钮 下面可以再去设计一下这个页面的样式 把这些样式直接放在小程序的主样式文件里面 添加一个profile 先把它的display设计成flex flex direction 这个flex的方向设计成column 然后justify content 设计成space between 可以再去把它的height设计成150h 然后我们再去设计一下profile content的样式 文字的对齐方式我们把它设计成center 再用一个color设计一下文字的颜色 用rgba来表示颜色呢是黑色 不同明度设计成0.6 用户的头像上面有一个profile avatar 先给它添加一个背景颜色 静号171717 再用一个width设计一下 它的一个固定的宽度 设计成96像素 再用height设计一个高度 它的值也可以是96像素 margin top设计成40个像素 我的radius是50% 最后我们再去设计一下profile action 给它在下边添加一点外边距 大小可以是16个像素 给它冰计成40个像素